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月31日表示 莫斯科对尼日尔的局势感到担忧 呼吁尼各方保持克制 希望该国尽快恢复宪法秩序 释放被扣押的总统巴祖母 虽然尼日尔示威者在抗议集会上喊出 法国滚蛋俄罗斯万岁的口号 但俄罗斯专家认为俄语该国局势无关 俄罗斯观点报30日称 尼日尔的示威者高喊反法口号 并挥舞着俄罗斯国旗 这让法国人感到痛苦 此前尼日尔的邻国玛里和布吉纳法所 也经历了军事政变 法国被赶了出来 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开始与俄罗斯合作 尼日尔可能会跟随其后 报道称 到目前为止 法国人无法就尼日尔局势指责俄罗斯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一直在非洲大陆发动外交攻势 俄将自己定位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堡垒 俄政治学家谢尔盖斯坦科维奇称 俄与尼日尔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 在尼日尔军事政变问题上 俄罗斯与非洲联盟保持一致 非盟包括非洲大陆所有重要国家 作为一个整体反对非洲大陆的暴力政变 对俄罗斯来说 保持与非盟的关系非常重要 俄罗斯绝不能与非盟发生争吵 因此 如果非盟不支持尼日尔的军事政变 那么俄罗斯自然不会采取相反的立场 此外 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立场是 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尼日尔的内政 俄罗斯Sogred电视台30月报道称 俄政治学家安德烈佩拉表示 目前非洲的所有前西方殖民地国家 都越来越不愿意依赖于其前主人 首先是法国和英国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生活在俄罗斯的控制下 他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独立 免受西方国家的剥削